好,我们今天录一期视频讲一下这个烈焰风暴学说怎么打专家 首先这个烈焰风暴学说第一个技能是招一个带喷火器的坠裂 第二个技能是给弓兵加一个喷火器的升级包 然后国民之弹兵加一个MP40的升级包 第三个技能就是那个ID18的三炮 可以打这个火焰火焰弹燃烧弹 然后我们开局直接把弓兵往胜利点拉出去站顶 然后再激励再补一队弓兵 然后我们看一下剩下来的技能 第四个技能是这个指挥官的神器 可以给德国招一辆医疗车 这个一饶测是这个烈焰风暴学说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最后一个技能就是大招 可以网易指定轰炸一片区域 不过这个轰炸对人效果比较大 对坦克效果不大 我们开局第一队公民好了之后 立刻第二队公民 第二队公民好了之后 我们立刻开始补一个危机 我们这样说就是突击公民是主C 然后危机呢就是公民战兵呢 就是辅助 就是扔天工具人 扔手雷工具人 突击公民他每个人拿一把STG44 所以火力特别高 他们是主要输出 但是公民不能扔手雷 所以让危机升级MP40装备包之后代替公民扔手雷 公民只可以扔一个震撼 这个雷没有用 只能让对面停火一下 没什么东西 然后两队公民在这边等一下这队危机 危机好了之后立刻开始下本 就是到这个餐车 这边 在这边操作不对 不过这个餐车快慢无所谓 因为并不影响 因为我们这个要等资源 造出来也得等一会 我们这个餐车造好之后 不用开出去 留在家里就行了 还是一队公民战兵 然后等大部队集合 现在是三队兵 两个主C一个辅助 这个餐车直接在家里面加二 因为我们这个餐车是不需要升级 不需要升级那个医疗站 所以可以直接架在家里 防止被AI偷掉 这边遇到美国的这个步兵 直接上去贴脸 就是这个来副枪人 直接贴脸回来打 他要敢跑就一直追 追到他脸上再打 因为不追到脸上的话 这个出击攻击是没有伤害的 伤害极低 要拉到脸上才有10以上的DPS 这个餐车架跑之后 立刻升级这个 他的这个转换 就让他可以转换成这个支援 因为我们不升级这个转换 我们的这个VG 他就没办法升级这个MP40的这个装备包 MP40装备包能让VG 直接从D级兵变成高级兵 虽然人没有变 但是这个枪就变了一套 使这个单位产生的质变 这边的部队消灭之后来协防队友 守一下这个下面这个顶 还是照样的是天脸 不要怕就是天脸追着打 然后我们家里面这个本转好了之后 再补一队这个 再补一队工兵 这一队工兵已经出来了 然后看到AI去站点了继续去抢 然后这边VG已经可以升级这个MP40装备包了 这边直接去贴脸 AI看到你想来贴脸 他会主动跑的 因为他很害怕你 不过有一点注意 就是一定尽量是找这种转角的地方 天脸 因为你正面跑不去 很可能路上会损失一到两 像这边这个美国的这个啊 台长也来了 我们继续上去给他舔 因为我们停止的时候攻击力是最高 所以我们感觉差不多靠近的时候 就可以停下来对射 没必要边走边打 但是跑打也是可以 这时候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机枪车已经好了 二五一 二五一就是转换好这个本 之后立刻开始造了 这个本转换好之后立刻开始造二五一 因为我们现在等级不够造这个医疗车 我们还要再刷点分才能造医疗车 继续追杀 就不给他还手的机会 一直追着打 所有部队汇合起来 活力比较高 然后占定了杀他 这边有一个M9的火箭筒 其实可以不减 但是我怕AI再减得起来恶心 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突击工兵减 不过少100FD44还是挺贵的 这时候我们这个二五一已经过来了 所有部队配合二五一冲锋 去抢AI的这个支援点 把AI限制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因为他有好几个房子 我们这个突击工兵最喜欢建筑物多的地方 因为建筑多的地方 就是对面的视野不会很好 这样我们可以不停的贴脸 这时候我们这个医疗车也用技能招过来了 医疗车作用非常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暂停看 我们现在所有部队身上都有一个这个 这个补给的这个医疗车补给的这个BUFF 就是减少我们的冷却时间 还有换弹时间 然后医疗车前期可以当肉盾 因为他AI打不穿 AI的小步枪是打不穿的 前期可以当肉盾开在前面 然后看到敌人进房子 直接让危机扔手了 危机的手雷已经登过了 刚才扔了一个 把他逼出跑 然后这个251直接架在脸上 这边卡一个视角 让AI只能从两边的侧面来打我的251 他进房子我们就扔手雷 然后这边的这个医疗车是直接架起来 然后开启医疗模式 这样的话只要我们的部队脱战就能回血 然后就无限利用这个点卡住敌人的命脉 这个上面这个点虽然被偷被AI偷回去了 但是我们不用回 我们继续掐住敌人的命脉 然后这边可以让这个突击公民修一下 但是看到有AI还在偷 所以我们先不修 因为修的时候被打是精度很 对面的精度很高的 我们很亏 在这边走远再继续修这辆车 如果这辆车快炸了 我们就按烟扔烟继续修之类的 然后这个医疗车一直架在这边 给大部队回去 这时候我们又可以捧一队兵 可以看一下我们已经有四队攻兵了 威姬只要出一队就够了 你如果后期不想出坛就可以再出一队 这边被AI的机枪架了 所以我们赶紧让这个工具 然后威姬扔一颗烟 然后往后撤退 撤退到安全局 AI发现我们扔烟了肯定会把机枪搬过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等他把机枪先搬过来 然后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看到他机枪搬过来 我们这个威姬立刻上去贴他 因为我们威姬已经升级了MP40 MP40近战是非常强 他又进坊子了 我们威姬直接再扔一颗手雷给他 然后后续的工兵全都升级桶子 为了防止AI的装甲 因为专家AI是有油料加成的 所以他们装甲出得很快 这时候所有工兵都已经升好桶子了 虽然桶子会导致我们少一把STG44 但是无伤大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SP已经很多了 突击工兵已经很多了 所以我们的输出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时候AI有部队在远处偷我的医疗车 所以我们赶紧去杀了 这边这个苏联的惩戒 应该扔了一个输包 我们被我们堵掉了 因为他输包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非常好躲 他想偷我这辆车 我们必须得给他点掉 然后发现了美军的医疗车 然后让这个突击工兵也给他点掉 然后这边又来了一个征召兵 直接追杀就死了 然后这边逃亡的部队 无所谓的 然后我留一队工兵在后面修车 其他部队继续去追杀 如果他进房子就不追了 然后这边有一辆反坦 离我们太远 我们可以不管他 先离他远一点 等他自己待会推过来 想打我们的时候再打他 这边有一辆车来偷我的医疗车 我们直接让工兵回来 然后火箭筒给他带走 其实我们是可以吃对面车的油料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采油 但是这局打的比较激烈 我们就没时间去吃了 然后他这边绕过去 不就不要管了 因为他总会来打我们 所以我们就在原地等他就行了 因为这是对面的关键点 我们卡住了对面的咽喉 这个时间直接贴点 把他的这个反坦给他吃掉 然后这个武器 我们就没时间吃了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危险 我们过来吃的话 很可能会被对面给偷掉 这时候对面的少校来了 我很害怕这个少校会放进 不过他目前还没放 我们这个251被集火了 因为他们有这个拿着大局的这个 这个陈剑营 所以我们赶紧扔烟 然后其他部队 站在点里面和这边打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黄盾 一定要站盾和他打 这边掉了一把M1918 但是没来的底捡 因为我们要去追杀一下这个残血 但是差点没追杀掉 这边来了一个苏76 苏76的话很烦 我们现在赶紧让这个251撤退 不过没撤退掉 因为他移动设计还打得特别准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专家也来就这么离 然后我们这边被扔烟了 应该是美军少校之类的东西扔的硬 然后我们这辆车赶紧开走 不能再站在这儿 不然会被炸掉 然后这时候先把这队这个银长给他灭了 然后再去把这个苏76给他打掉 然后一辆车赶紧开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撤退了 因为我们的251已经没了 我们的后方的压制单位已经消失了 我们再和对面硬拼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们回头把这个点先抢回来 然后这边修一下车再补给一下 就是在跟着一辆车大家互相懒一下 这时候我还在补这个 补这个突击工兵 突击工兵一般补到6队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造一辆251 这时候我们造了准备造4本 不造3本 因为3本打也还没什么用 我们直接造4本 这边我们再打一个回马枪 因为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又行了 自己打回马枪灭掉这队神剑 然后让这个危机工具人去站一下点 因为都跑到点面上了 不站有点亏 然后我们再回去卡他的咽喉 不过这队危机就没来一直操作 后面忘了操作 因为站完点就忘了 这边继续这边 AI开始用排击炮警察 所以我们决定放弃这个地 因为我们不可能跑那么远去抓排击炮 这时候还是战略转进 然后这边的危机是被盯上了 赶紧扔一个烟自保 躲在烟里面的话 应该不会死那么快 然后赶紧靠近大部队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 餐车来了 不过餐车现在没什么用 可以放在前面挡一下伤害 不过AI很聪明 没有打我们的餐车 那我们餐车就开回去 让251过来继续输出 然后上去贴脸把这队工兵给他灭了 不过我这边忘了操作 这个危机应该是 应该回家休息了 不过我还是拿得上去贴脸 所以这队危机应该就捐了 不过也没什么用了 已经没有他的作用了现在 这队工兵赶紧点T撤退回家 这个不能再损失了 这个危机是不小心损失掉 这时候工兵继续贴脸 继续去抓人 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 已经没必要再用危机了 因为我们后面 这个餐车可以转 可以转那个四本出来 四本出来有坦克的话 危机的这个烟的作用就不大了 因为我们后面就是靠坦克来输出 不过你要补一对危机也可以 不过这个游戏这时候已经结束了 因为AI所有部队又被我们251压制住 这个游戏主要还是运动战 然后卡AI的烟喉 然后不停的 就是让对面葫芦啊 就比爷爷一样送死 好这就是这个烈焰风暴学说怎么玩 不过我们没有用到大招 这局打得比较快 没有用到大招 不过下次还有机会 给大家用一下其他的技能 不过这其他的技能用处不大 就是讲一下这个打专家AI怎么配合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积分版 这个积分版里面看 我的队友都很猛 然后我们这边是杀了113个 死了13个 其中那个五人班的那个危机是全员阵亡 所以我们支持可能只死了8个突击公兵 我们看一下这个危机的这个作用是1000% 所以危机是非常有用的 不过这局没用到他的铁拳 因为危机的主要作用是帮突击公兵打一发铁拳 这样的话能断坦克的腿 这局没有用到 因为打专家一般都是速战速决的 很难拖到后期 拖到后期的话就是坎克拉锯 然后危机就是纯辅助 纯帮公兵做辅助的 公兵就站的输出就行 然后251的作用是在后方提供压制 防止被AI集群冲凝